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 1.项目介绍 能在上坡路段判断正确的停车位置 并采取正确的方法平稳起步 2.项目操作要领及要求 1.控制车速 上坡时应保持足够的动力 2.正确判断车身位置及时修正方向 3.坡道起步时应掌握各部件的联动操作及时机 3.具体操作 1.挂一挡上坡 通过操纵离合器踏板或加速踏板控制车速 2.调整车身位置 以车头右前脚小圆峻与隔离护栏对比距离 观察右侧反光镜 使右侧道路边缘线紧贴前后门把手 3.从左侧反光镜下沿 看到定位装反线边缘即停车 4.拉紧手制动轻踩加速踏板 缓台离合器踏板 车头微抬即放松手制动 缓台离合器踏板起步 5.当前轮驶上坡顶 踩离合器踏板加二挡 6.下坡时左脚因离开离合器踏板 右脚因放在制动踏板上 4.常见错误及评判标准 1.车辆保险杠未定于张线上 且前后超出50厘米 不合格 2.车辆保险杠未定于张线上 前后不超出50厘米 扣20分 3.车身距离路边缘线30厘米以上 扣20分 4.起步时车辆后溜大于30厘米 不合格 5.起步时车辆后溜小于30厘米 扣20分 25.起步时转说 10分钟 了 置ists 感谢观看